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英文承认债务有4350亿元 但学者认为有一兆四千亿元 蔡政府任内总共提出13项特别预算 金额高达两兆4966亿元 其中需要举借额度有两兆两千亿元 这个账就很好算 但是民进党一睁着眼睛说瞎话 他硬是拗说财政局任内只有举债四千多亿 我不知道账怎么算的 我后来查了半天 我要做功课 原来他的计算是以决算为单位 决算那条线为主 决算什么意思 各位 钱用完了 到最后审计部去办决算 他才算 举例来讲 这个战机啊 两千四百亿左右 两千四五百亿 他是特别预算 钱我们付了哦 飞机没有交哦 飞机没有交 钱付了 这笔钱是取债的哦 那这笔钱 因为还没有决算 所以他就不列在里面 他是用这样子的 玩数字游戏 欺骗百姓 说谎话 当立马院举手 表决通过 十三个特别预算 总共两兆四千亿 扣掉 一些的税记剩余 两兆两千多亿 那就是全部举债的数字 而是由下一任的政府 或者下下任的政府 来买单 那谁买单 各位 就是你我的子孙 你我的真孙 再付这个钱 道理这么简单 我提几个更进一步的数字 除了刚刚提到的 刚才我们书记长提到的 六兆多 审计部有类似相关的资料 我们还有一个中央家地方政府的 潜藏的债务总额 105年就是2016年开始 财政政府上台以后 一直到今年的六月 总共的潜藏 潜藏债务 潜藏债务有18兆六千多亿 这么大的数字 你看得到的 是六兆多 可是事实上有些你看不到的 减长的债务18兆多 这个东西 这么大的数字 我们一年的中央 怎么不总预算 就是两兆二 这等于是九年的中央 怎么总预算 这个数字这么的庞大 这个财政怎么会一直出来呢 我们就来仔细的算一下 其实跟 中油公司跟台电 有很大的关系 中油这几年的亏损 109年亏了77亿 114年亏了434亿 111年亏了2000多亿 今年到4月底 亏了300多亿 今年预估应该超过1000亿的亏损 立委费洪泰也强调 中央政府每年拨补劳保金额 台电去年增资1500亿元 今年易住500亿元 这些都是潜藏负债 而且是正在进行事 跟各位报告 这一条负债 是会发生的 我们取两个例子 取两个例子 我们 中央政府预算里面 每年拨 给老保 从一达预理 我们列了 前后的五年 分别200亿 200亿到明年的预算 大概是1000亿 这是潜藏负债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要拨幅 我们在看台电 台电的潜藏负债 刚才协会委员也都提到了 跟各位报告 这都是在发生 都在拨幅的 去年我们台电增资了1500亿元 今年议数了500亿元 明年要议数多少还不是少 台电的台电跟老保的潜藏负债 我要跟各位报告 随时都会发生的 台电每年亏 这两年亏损将近5000亿元 每年还会持续的亏损 除非明年选完了以后 他会把电价快速的提升 快速的提高 从现在我们每个民传的电费 每度讲快速 立刻要平均提升到4块多 将近到5块 谁来负贷 当然是大家 每个每位老板就要负贷 台电跟老保 光讲台电跟老保 跟老保 老保的潜在负贷 大概有10到处 每年都要破 不破补就 就破产 担心债留子孙 兰卫提出议题 还补充在留下任政府 仿佛是责任政府请客 下任政府买单 记者温云俊 台北报道 警方从田信嫌犯 租务处起诉这些工具 田信嫌犯就靠着这些工具 竟然制作出 即可乱争的500元伪钞 今年5月 多家银行陆续发现 多张高房500元伪钞 由于多组编号相同 研判属于同一个来源 加上台北地检署 真买一起毒品案 也发现同一批500元伪钞 新市局组成专案小组 巡线追查 锁定有美工背景的田信嫌犯 进而破获这起伪钞案 田信嫌犯曾经交付300多张的500元伪钞 给吴丙犯贤 田信嫌犯贤 长生于新北市三支区制作伪钞 本身具有美术规划的专长 案经台北地检署检察官 指挥刑事警察局真轻大队第三队进行查契 查扣田信犯贤盗案 并查扣伪造工具一批 包含品印机 印表机 雷射雕刻机 还有裁切机 验钞机 网板印刷材料 各式油墨 及那个伪钞用纸 等证物 警方初步分析田信嫌犯制作伪钞的方式 由于制作精美 民众很难一眼辨明 他是用两张宣纸跟一张棉纸 下去压出那个反光的 还有那个防伪线 还有浮水印 先把压出来 然后再去套射 把五百元的正反面套射 套完射之后再下去裁切 他套射是他有模板 还是他有点像复印的感觉呢 他应该是有个 网板的模板下去套 然后套射一般像钞票有各种颜色嘛 他一次会分次下去套 比如说先底层的橘色 然后再其他的彩色 那最后再把那个需要打上去 刑事局已经将全案一 妨碍国币惩治条例 及刑法伪造货币等罪 将田信嫌犯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并经法院裁定计计 刑事局也公布 目前查获的358张 未操编号共11组券号 提醒民众提高警觉 如果拿到假操 一定要紧速向警方报案 或是交给银行处理 千万不要自行使用 以免触法 记者张奇腾台北报导 农历7月普渡时节 各公司行号民众都会准备丰富的祭品祭拜好兄弟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售中原祭祀食品 共抽验30件产品 包括素三参、高果、拉肉类、泡面、罐头及水果 各五件 其中一件芒果 验出产流农药杀虫剂、桃丝松 不符容许量标准 一件超挖柜验出防腐剂、脊厄吸酸超标 台北市卫生局在6月到7月之间 我们在市售同路抽验的30件相关的产品 那产品的范围包括素三参、高果类 还有我们的辣肉类、泡面、罐头跟水果等等五大类 那依据我们食品的类型的话 全部都会检验它的芒果剂、化剂、杀菌剂 或者是像我们的蔬果的部分 就是检验它的农药材料的一个部分 那这30件里面有两件不符合的产品 不符合率是6.7 那其中一件是我们的芒果剪出它的一个杀虫剂 是从不符合我们农药材料的一个农药材料标准 那另外一件是我们的超辣柜 它的防毒剂、几颗吸酸超过的限量 不符合食品添加或总化为基 限量器规格标准 那以上的两件产品呢 我们已经要求在台北市的公路业则进行下降 不过金塔来源都是外县市的来源 所以我们也已经相关县市卫生局这边进行查办 那针对我们农药材料不符规定 是为了五十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那以同法第四四条可以从今才 一六万到两亿的卡还 那添加户的无论及的吸酸的话 是依据我们三万十八条规定 同法第四七条可以从三万到三百万的卡还 针对不符规定产品 卫生局已通知贩售商立即下架 经追查来源均为外县市业者 以移情所辖县市卫生局进行查办 那老师说它其实是我们合准的一个合法的一个能量 所以它是可以制作在芒果类的产品 那这个案件来讲的话是它的一个残留量 高于我们的一个标准值 所以这一定能够合格 那再来的话就是吸酸的部分 事实上也是很常见的一个防护剂 最主要是防止黎菌跟酵母菌的一个支撑 那当然进入人体的话 大部分都是以氧化才能及时的财数 那除非事物高机量才会有相关的一个不适合症状的产生 卫生局呼吁民众在选购中元节食品时 除可向信用良好的厂商购买外 应注意产品是否适当储存 以维持新鲜度 如为包装产品应挑选具有完整标识者 相关食品业者于生鲜产品批发零售或供摊贩使用时 应尽可能冷藏保存于7度C以下 常温以不超过3小时为限 并采先进先出原则以维持产品品质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导 失智者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市定古迹新芳村茶行 在解说人员的带领下认识茶行古迹建筑、制茶流程 以及大道成茶叶历史文化 坐落在台北市民生西路的新芳村茶行 新建于1934年 是融合东西方特色的洋楼 伴随着茶商王家自福建安息来台发展起落 也见证大道成曾经的繁华灿烂 新芳村茶行它目前是市定古迹 然后我们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 它以前是我们家人的茶行 所以我们在场馆里面 会展示有关茶叶的一些历史 然后还有相关的知识 然后我们也有展示过往茶工厂的样貌 那所以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多来新芳村走走 然后除了可以了解到台湾茶的特色 然后历史之外也可以借机来更加的了解到 道成的文化跟历史 为鼓励失智者走出户外参与在地文化 台北市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举办一起游大同活动 走访新芳村茶行孔庙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表示 社会对于失智症者仍存在负面的刻板印象 会对失智者投以一样眼光 造成家属不愿意将失智者带出家门 使得照顾者无法有喘息空间 因此透过连接社区的非医疗资源 包括自然 艺术 音乐 运动等 创造增加参与感的环境与网络 让失智者能够走进社区进行社交互动 也邀请区内古基庙宇加入失智友善组织 及提供友善服务 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环境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唐宝宝以特殊造型装扮 化身为星球宝宝和工艺大使谢欣颖 一起带领大家遨游星际 今年唐宝宝基金会以与星球共舞为主题 推出多款中秋经典限量礼盒 谢欣颖不只出席代言 更拍摄公益影片 号召民众一起认购中秋礼盒 我真的觉得唐宝宝基金会里面所有的礼盒 因为每一次礼盒我都很荣幸我可以抢先吃 好好羡慕耶 而且是很多 所以我很常会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跟家人 你知道每一个人都赞不绝口 然后到有时候像节日或是像母亲节 不是会认爱礼盒吗 对 就是我也会自己去定 因为我真的觉得 这里那么好吃的东西 你应该要分享给所有的人 对 唐宝宝基金会中秋星球系列礼盒 以唐宝宝画家杨如婷画作为概念呈现 推出多款中秋经典限量礼盒 主打款月光森林双层绘本礼盒 以描绘海踏家族彼此扶持的概念发想 礼盒总共有七种口味 另外还有多款设计组合 让消费者无论送礼自用都有更多选择 那今年我们中秋的主题最主要是星球 那为什么会用星球来作为主题 最主要是我们谈宝宝其实他们很会画画 所以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礼盒的封面 都是用唐宝宝的画作 那我们如婷 那你看到的这些画画都是如婷的画作 还有一些是我们名人小作所这些孩子的画作 那我们希望透过孩子的一个画作 然后在礼盒上 那让所谓的社会大动人看到 是孩子其实那么努力 而且他们那么天真 可以在画画当中可以表现 而且可以跟中秋的星球来做一个结合 反正基金会有四家的皮肤工厂 还有十一家的小林作为所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些孩子 实际上高中高子毕业之后 没有地方可以去 那我们信念他们能够未来可以进入职场 所以我们的小林作为所跟皮肤工厂 让孩子都能够可以在这边学习工作 也适应未来怎么样进入职场 那他们也可以很努力的做一些高品 甚至做一些包装 甚至可以跟我们一般人来做互动 让他们其实可以 所以未来可以更社会化 然后平常也可以在社区走动 然后让社区了解 其实孩子是很可爱 那提供他们一份工作 是我们未来希望的一个最主要想法 因为一个身上的孩子 如果他能够赚钱 能够养家有工作 对父母来讲是一件 他觉得很可喜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没有办法训练他们 那他们如果在家里 其实又成为爸爸妈妈的负担 因为父母需要工作 那如果孩子在家里 父母又不放心 所以我们为了让这些高中高子毕业的孩子 都能够有地方去学习 所以我们创立了很多的 比如工厂或想做 让他们白天也可以在这边 一面学习 一面工作 然后一面快乐交朋友 卢婷就是画画能力很好 就是他是从小就有在学习画画的 那其实他在画画的过程中 他的画风是非常就是鲜明 而且有个人特色 那他在创作的过程中 其实老师基本上都会给他一些 就是涂样 那涂样他其实会结合他的生活经验 或是他喜欢的元素 然后去做搭配 就会产出就是他个人很有个人风格的 就是画作 台北市劳动局长高宝华 与社会局长姚淑文也到场支持基金会 并大占高点美卫 劳动局长高宝华 更当场认购 十和中秋礼和 我们投入在小朋友身上50万 但是他一生的产值 平均来讲会是8倍 会是8倍 就从我开始可以做事 可能18岁开始做到45岁 这段时间 产值是平均是8倍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切入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放更多的教育训练的成本下去 因为他可以减少了非常多其他的社会的资源 尤其是医疗资源 把那些医疗资源移到了这个教育训练的费用 我想这应该是蛮好的一个做法 而不要因为他没有办法工作 待在家里面 相信他比较容易生病 那比较容易生病 医疗资源 社会资源 用的就非常的多 蔣市长其实在上任之后 也一直针对于生障的孩子 能不能给予更多的社会福利的支持 一直在努力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上来讲的话 也把它当做是一个优先部件的措施 我记得我们在盘点 这个南港的这个机场的一个据点 我们希望在这里面做什么样的社会福利 但是呢 市长马上拍板 优先给生障 那我想我了解 我也能够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把最佳的据点 给我们更多 真正需要被照顾的对象 但是因为在整个社会福利工作上 我们真的要面临很多的一个挑战 我们也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起来协力 今天有很多的家长 其实大家都是在分享你的经验 贡献你的爱情 然后甚至走出你的热忱 一起来帮助我们 其实今天我们虽然是因应中秋节 但是各位 我想今天在座所有企业都不要忘了 其实我刚刚特地跑去 我是一个爱吃的人 所以我马上跑去看我们的商品 我们除了中秋月饼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什么芋头书 那甚至你还会看到有所谓的瓦尖烧 还有蛋卷 还有咖啡 所以平常的时候 其实企业不用等到中秋节才来买 我们其实平常下午茶时间都可以把它够买好 然后买满 唐世证基金会中秋礼盒每合399元起 一盒月饼可以品尝到3-7种精选口味 除了8月30号前订购享有 早鸟优惠外 企业订购也额外享有大宗优惠 欢迎永约认购 让中秋送礼也能做公益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就马上贴图贴什么 然后他到现场马上跟我联络 那这个不管速度也好 效率也好 实在我真的要讲所有的群组里面最好用 为什么里长会大赞台电建立的LINE群组沟通呢 原来是一次的里区危机处理 让李纯玲里长大赞台电服务效率与品质 在群组反应事项几乎是秒回应 缩短与工部门的距离 其实我讲一个例子 就是前几天的台风 对 那一个李明跟我说 因为我里内很多大树 那有一个树枝很重 它不是整棵树岛 只是一个树枝 压到你们的台电的电缆线 可是再一阵风也许整个就好 那李明就带给我 我当下不瞒处长讲 我在想说我要打1911勒 还是1999 还是直接请委员的主任 是不是时间上会说的会更快速 结果我想诶试试看 真的是踹踹看喔 不瞒迷走我的心态 要接受草业 对 我就踹踹看 没想到你们的承办秒回 收到 这个我要给他肯定一下 我不知道那个承办是哪一位 对对对 主长我要跟你讲 他马秒回 对 那我想秒回大概要拖个一两天 用别的什么公务群组会这样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他的电话跟我联络 里长点点点已经完成了 太感谢太感恩了 所以这个群组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这我一定要肯定 我看你们1911可以撤了 台电北市区处110年就建立民意代表赖群组 分别有立委议员及里长群组 由巡修部门主管担任群组版主 里长常在上面反映停电 路灯不亮 孔盖不平 施工时间安排等问题 透过群组值班人员及时回应与处理 公开透明的联阵服务 获得里长们赞声 这店里突然间的 今天晚上停电了 刚才晚上七点多停电 大家在家里 震热的都回到家了 开了冷气了 一停电了 在公告群组上面 就马上就起始反应 值班式的就回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 车子在路上了 你知道这样子跟李明讲 车子已经马上就到了 啊讲完没有五分钟 车子到巷口了 你说他们有说到 我们再反应 李明就会觉得说 透过里长 那直接跟台电反应 这个就不用透过立委去 跟议员去协调 请议员来打电话给台电 然后再请台电派车到我们这边来 这个串材不是说议员不好 是因为跟台电的互动 所以我们让很多新的里长 新当选里长 每一次的里长新当选以后 他这一届当选以后 他知道怎么反应 知道怎么去沟通 知道怎么让李明知道说台电的运作 这个赖的群组的运作 群组也提供台电即时讯息 像是台风来临时的防台相关工作 停复电抢修进度 计划性停电通知等 方便里长掌握停电时间通知李明 当然我们也了解说 我们第一时间 接触到这个停电通知 我常常同意 我们当然讲究要快 可是我们要体谅 现场停电的市民 所以我们内勤的主管 一定要第一个时间 告诉现场里长最新的讯息 最新的进度 然后到了现场 现在我们能够拍照的 都传回最新的相片给里长 因为有突围症 有突围症说话是最清楚的 因为我们都有拍相片 那甚至说 很多的困难度 我们用短片也录个影 了解说 那个下面的真实的情况 因为很多人讲说 为什么会修那么久 那我们会拍一段短片 那现场地下挖开 我们台北市都是下地 工程的困难度 让李明也知道当地的情况 那这样下来 我们老实讲 我们这三年 我们台北市的工程品质 停电的可靠度 也提升了很多 改善了很多 这里停电了 他抢修完了 不是这样就结束 他们就会派工程车 一个礼拜来两次 每个点再桌查 那需要哪些换东西的 不用停电的 他们就去检测 所以我们每次停电通报 看到他们以后 他们那天停电完 复电了 可是第二天第三天 他们都还是到线上来 都不是抢修完 就没他们的事 而且他们进来规划 这个地方要增加什么 这地方应该怎么做 就是说我们知道事故点 虽然我们复电抢修 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点 就要去找这个地方的线路 有没有改善空间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昨天才发生 找里长来了解说 这个地方可能这里有大楼 或是这里用户变多了 用设备变多了 那我们这个地方 可能要再找一个地方 扩增或改善 或抽换那个电缆 那另外一个改善工程 就可以设计出来 那里长也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改善 因为他知道前阵子 前几天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事实上台电 尤其在我自己 在大群组里面看到 真正发生突然间停电 然后抢修的速度都非常快 几乎大概两个小时 大概就可以抢修完 重点是他们这些频率 越看越少 他们现在通知我们的 都是有工程 都是计划性的工程 计划性的工程 让里长知道 一个礼拜前就知道 我下个礼拜起 我们这哪一条巷子要停电 哪一条要做什么工程 我在前一个礼拜我就知道 那我就可以去协调 去通知我所有被影响到的住户 他们就会减少他们的民怨 这个公开透明的双向沟通管道 提供即时危机处理 同时强化供电服务品质 也是廉政成效的展现 不只是谎报身份证 警方一查更发现 这名租性嫌犯 竟然是窃盗及毒品通气犯 水深背包还被搜出 毒品海洛因 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 内户分局 东湖派出所方面说明 侦办经过 本所同人 担扶入口安全大使法请募 于东湖往汐止体外便道 发现租性犯险骑乘机车 违规跨越双白线 上前盘查发现犯险 谎报身份证字号 且眼神闪烁 后来查证人被误惑 发现他是桃园地月发布的窃盗 以及毒品通缉犯 并且在其随行背包 发现海洛因 安非他命 吸食器真同等 全案 需以我本分局 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请市林地检署偵办 有毒品在那后面 警方当场将诸性嫌犯上号逮捕 并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市林地检署偵办 内户分局方面表示 为了贯彻掃当毒品决心 将持续加强查契各类毒品 同时向上溯源向下刨根 全力打击贩毒集团不法犯行 还给民众安心的生活环境 记者张其腾 台北报道 家长带着小朋友用色笔在古篇中 填上缤纷色彩 作品充满童趣更是独一无二 松山区公所特别在暑假期间 举办新一名亲子古篇彩绘班 邀请书法老师陈文树 带领亲子透过彩绘创作 将色彩融入书法辉豪中 由于古篇字体类属绘画字体 小朋友描绘完自己的名字 都觉得很有趣也特别有成就感 我的作品是 就是 猫咪大卫试炼 猫咪大卫试炼 上面还有什么 还有博博蜂 还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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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的 王鱼鱼 你的名字 对 参与课程的学员 有来自中国 香港 印尼 及越南的新一名朋友 学员们表示 很感谢松山区公所 举办这样的亲子课程 由于现在小朋友接触书法 拿毛笔写字的机会很少 活动把书法和着色绘画 结合在一起 增加小朋友的兴趣 是过去没有体验过的亲子互动 而松山区长游竹萍也立临现场 感谢学员们支持去公所举办的新一名课程 也看见父母们都很用心陪同孩子 在亲子课程中一起创造回忆 一同成长 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备班 那老师呢 今天特别帮大家准备了 每一个人的名字 还有特别一些设计 然后旁边有一个示范 是我们的承办 还有一个样板 我相信这样的课程一定非常的有趣 那也希望呢 各位小朋友 今天的这个课堂 别人可以学习这样的棒 松山区公所每年都会规划 多元的新一名课程 欢迎民众持续关注 松山风情 松山区公所 脸书粉砖 最新活动或课程讯息 都会第一时间在粉砖公布 第一时间主张才会拍 这么大 好 好 好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几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中午12点一到大五轮沙滩出入口 封锁线正式打开 游客络绎不绝 迫不及待准备到沙滩细水 昨天就先从南投上来到台北 然后今天再回到 再到那个基隆这边 所以安排一早上就是要来外木山 对对我们七八点就出发过来这边 这群从南投来的游客 总计18人 成了沙滩开放后首批的客人 为了确保这是安全 勇具福具通通带好带满 救生艇之类的啊 然后封锁线好像也拉进来一点 对比较好 你觉得比较好吗 沙滩开放后 海面上多了一艘动力救生艇 而岸上救生员不断的广播 提醒游客不要超过警戒线 现场游客请注意 现场游客请注意 从今日起游客禁止出红色警戒线 那就是有浪的时候 满潮有浪或是 或是刚满潮要退潮的时候 那个拉力最大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看潮戏啊 我们大概注意到哪个时段 对像今天满潮就12点半嘛 等一下会最满嘛 最满的时候 刚开始退的时候就有拉力 对 退到快最顶的时候拉力最强 同样封闭一周的 金融潮进潜水区 终于开放 潜水客一早就准备装备下海 很开心啊 所以马上就来了 大概几点又出门 今天大概五点半吧 市政府消防局 惩罚处相关单位进驻现场 消防局派出了三艘机动的橡皮艇借户 现场实施水域预警机制 将随时观测海域状况 今天有派遣三艘船艇 然后每艘船艇上 有一位超船首跟两位潜水人员 那总共就是九个人 那其中两艘是由我们水上救生协会的 那个志工来支援 那一艘就由我们消防局的人员来支援 消防局出动空拍机进行监测 按上将安排人力 针对水域环境说明 潮汐时间等安全事项 向游客加强宣导 所以未来我们其实潮汐进未来 会实施这个潜水症造制度 必须要有进阶的潜水症造 才能来这个区域来潜水 所以要有潜水症造 而且自己装备一定要足备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里的地形地貌 就是要清楚的知道 这里哪些有比较出现按钮的地方 哪些是容易有踢到山谷的地方 就是我们来潜水的时候 也注意生态跟地形的环境 可以保护自己 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 那再来就是潜伴制度 就是刚刚讲的时候 潜伴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的状况 我们要互相注意 潜伴目前的状态 是不是有落单 或者是它有出现什么状况 可以互相照应 大五轮沙滩和潮进公园 重新开放 政府透过城城的安全措施 希望避免汗事再发生 记者黄绍民进入报道 稍微注意一下 针对大五轮沙滩 与潮进公园潜水区 8月21号起重新开放 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协同产发处 官销处跟消防局 共同召开记者会 说明市府在强化水上油气安全的新规定 大五轮沙滩方面 新设的警示线 向岸边拉近35米之外 也加强海上警戒救生人力 增加的这个人力的部分 我们呢 过往部分是在岸边 平日会有两名的救生人员 那假日会有四名的救生人员的一个配置 那这一次的作为的话呢 我们是增加在海上增加了一艘动力救生艇 还有两位的救生员 在岸边以及在水面上来进行双重的一个警戒 提醒民众来注意危险的海域 加强自身的安全 还有掌握呢这个救援的资源 那在大五轮沙滩的开放时间 我们也是配合水上执勤的这个时间 是在平日的12点 那假日的话呢 是在10点来进行开放 那在关闭的部分呢 是在晚间的6点来进行关闭的动作 那并且呢 我们也会希望说 呃 我们也会希望说 请大五轮沙滩主管机关的北关处 设置安全的提醒告示牌 以及呢救生圈 那我们市府呢 也会持续的来协助北关处 提升呢安全的警示 还有油气的一个品质 那针对这次事件呢 市府也加强 现场的防御的措施 包括我们刚刚有特别介绍的 把这个民众的警示线 这个缩短到安全的警示的范围 那我们在救生员的部分 也加强了人力跟现场的监控 那最主要是说我们呼吁民众 在下水之前还是要 呃 这个评估自身的状况 那特别是海巷跟海流 那我们现场有增设 在各出入口的增设新的 加强的告示牌 包括离岸流 还有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 特别是在这个非救生员执勤的时间 这个尽量就不要下水 为开放时间跟我们在这个 违反我们公告 现场公告的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也会依照发展官方条例 来采除 就是你们也是要多注意 我们一定就是装备都要检查 另外在潮进公园潜水区 除了在下水的入口处强化提醒更宣道 也设置五颗借标符球 提醒潜水细水的民众不要越界 避免触法 不一样的部分就是我们很明确的 在海上标示了借标 就是保育区的一个借标 所以我们现在海面上会有五颗 标示了五颗海上的借标符球 那不管是潜水客 或者是自由潜水客 它可以很明显的确定这个海域的范围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直请的救生艇 会在保育区的外侧去做一个借户或巡顾 机动性来调整 不管是潜水也好 自由潜水 Scoop Diver 或者是SUP 等等的肤浅的行为 一定要遵守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宣导 还有我们警戒球拉绳的一个作为 我们警戒球现场有五颗警戒球 那五颗警戒球内往海岸这边都是属于 非常安全的一个范围 请民众在公告的开放时间 也就是4月到10月底这段时间来游玩 但是记得早上7点到晚上的6点 那这段期间以外如果你来的话 是会被罚钱的 依照观光自治条例的话 第六四条可以罚1万到5万块 所以请民众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来细水游玩 那刚刚讲到的警戒球的部分 五颗扶修内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设置在五颗扶修外 有两个所谓的警戒球 在警戒球两颗出去外面就已经要到航道了 那依照预约法的相关处理条例 20条可以被罚到5万 更正10万到50万 因为已经误闯航道 会影响船只的进入 那当然自身的危险也非常的高 所以现场必须要听从我们工作人员 还有救生艇的消防人员来的指示 市府强调盗伦沙滩平日中午12点 假日上午10点开放 晚上6点关闭 潮进公园潜水区 则是公告开放期间内的上午7点开放 也是晚上6点关闭 呼吁民众加强配合 维护自身的安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每年开学前 基隆市昭阳爱新社都会特别办理 疾难个案子女助学金注册金 发放活动 针对弱势及清韩国中高中 以及大专学子 每人5000元的助学金 希望帮助学子们能够顺利注册 安心念书 就是学习民 不关于高中高中和小学校 我们都爱上学校 都在学校 理工失败 属下的地方 帮忙 让他开学 要助学 比较难 比较难 要开学 所以说不要助学 遭阳爱新社创设二十多年来 帮助弱势家庭和学子持续顺利求学 也让身为社员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前往关心的市议员韩世玉 和国民党立委参选的林佩祥市议员服务处人员 都感到非常欣慰 之前发放 我想在这边总会也呼吁 更多的爱心人士 能够共同的加入我们遭阳爱新社 那同时也齐名这些受证的这些子女 将来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能够贡献给我们社会 然后加入爱新 在招养爱新社 大家一起来发挥招养的爱心 在此至于深深的感谢 我们招养爱新社 多年来一起 欢迎我们各个角落的方式 在此也希望 我们市政府及基隆市议员 未来一起努力 让我们更多是要帮助的人 回到我们的救助以及公开 社会上贡献比较多 我跟他们讲 要认识资金非常感兴趣 爱爱新社 那是演员非常 也非常关心社团 对社会上的贡献 非常多 这次开学前受贿的学生 总共有37位 每人5000元 总共发出18万多元左右的助学金 记者吴俊松 基东报导 在基隆市中山区 中山四路189号前方 物流公司在货运尖峰时间 经常有出路货车排队造成堵塞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特地和中山区公所 基隆港务分公司 以及当地里长和警察局 相关单位一起会刊 希望透过标线标志的增设 来改善问题 是因为每次到接关日的时候 整个车回谷到我们泰满里的民众 以及路过的民众 无法顺畅的通知 除了这之外 最主要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标志标签不明显 也没有设立标志标签 所以说标志标签的增设 对于民间私人公司 对于道路的使用 跟百姓的安全 能做交信送 然后把完民运运前的道路使用 谢谢 由于这个路段交通动线非常复杂 交通量又大 宋伟丽希望相关单位尽快沟通好 进行交通改善措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对手进三分球没关系 这边同样来一颗三分 欢迎颜色 这里是基隆市新公园杯 篮球锦标赛现场 在新冠疫情解封后 有数十年历史 基隆知名的社会篮球比赛 重回主场 中正公园篮球场举办 吸引了44队报名参赛 各队实力相当战况激烈 包含青少年组在内 120场赛事中 有16场胜负在2分内 更有12场进入延长赛 让一旁观赛的民众 也看得热血沸腾 连最近超夯的三道猴子 都成了激励场上选手的口号 三道猴子双枪 疫情三年终于到一个段落 我们把公园杯的球赛 移到我们的足球场来比赛 球场的气氛热闹飞 总计有社会组 籃子组 44队参加 82场赛事 连同青少年组 总计120场的猴赛 各队实力都很惊狠 所以延长赛 既有12场 胜负差距2分之内的 共有16场是多 逐渐比赛的纪念 历经一个月的比赛 最后由新车空间 拿下色蓝A组的冠军 色蓝B组则由鸿韵 以一分之差 立刻外幕山获得第一名 另外色蓝机关组 色蓝壮年组 及青少年男子组冠军 也分别出炉 主办的基隆市社会篮球协会理事长 李光华希望 紧述回到过去超过50队参赛的盛况 在今年10月 紫然垃圾赛将在基隆开打时 也能透过社会篮球赛事的持续举办 让爱打篮球的基隆人 有切磋球技的舞台发挥 记者张琪腾 基隆报导 基隆寿司祭活动串联在地寿司职人 举办票选活动 希望能让全台各地的游客 发现基隆寿司的魅力 3 2 1 基隆寿司祭 正式起码 掌声队 2023基隆寿司祭 宣传记者会启动仪式 基隆市长谢国良 攜首基隆区 余会理事长简建辉 和市议员何淑彬等闺宾 一同出席 邀全国各地民众 一起来基隆吃寿司 那我觉得寿司在全世界的辨识度都很高 在基隆我已经看到很多的职人 做的都是非常精致的寿司 所以我觉得我要做的 主要就是把这个事实能够推广出去 然后让大家可以了解到 原来基隆有这么多好的 精致的寿司餐厅可以来享用 所以未来呢 我们除了办活动以外 我们也会有十字的产业补助计划 让这些职人寿司更多的能够在基隆 发挥它的特色 服务来到基隆游玩的国内 及国外的观光领域 记者会现场有多位在地的议员 跟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林沛祥议员等贵宾代表 来见证活动起跑 共有31间在地知名寿司 以及连锁店家代表 都到现场支持活动 热烈来响应基隆寿司祭 来基隆吃寿司 我跟蒋万安市长有聊到我们的活动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透露多一点细节 当然具体还是要看万安市长的时间 我大概前两天有打给他 然后有跟他说 我们基隆现在有这样的活动 那我知道他台北 以前我也是他牛肉面节的一个常客 那我希望说他有机会 能够来这个品尝看看 那他有允诺说他看一下时间 假如时间允许的话 他会考虑过来这样 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代理处长林文荣也说明 欢迎民众到寿司店消费 参加票选活动 参加民众还有机会带走iPhone14 50寸一斤电视等大奖 希望能让更多热爱美食的人知道 基隆特有的海味文化 带动来基隆吃寿司的旅游风潮 详细的基隆寿司祭票选活动 可到活动官网或基隆旅游网查询 记者李亮杰 陈淑萍 黄日生 基隆报导 寿司救护节 丢不丢 基隆市政府举办第一届 基隆寿司祭票选活动 这样的构想 获得在地寿司业者的肯定 有啊 我觉得啦 这样促进基隆寿司的观光还不错 基隆最鲜的这种鱼 都可以第一手到我们 大家顾客的胃口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对啊 谢谢 要不要推荐一下基隆寿司 有 可以推荐 站前寿司在山坑在地的 小店 但是我们是主打便宜 然后大家通清楚上班 上班时间都上班 要外带都可以来这边吃 我是隆寿寿司 但我现在就是因为旁边在施工 所以六日才有开 就是如果要来的话 就尽量六日来 然后在那个 鱼市场那一条的第一间店 就是隆寿寿司 那我觉得基隆的话 其实它的海产链是 非常非常的完整的 那当然我们 回传寿司业者 希望未来也可以跟 我们的海产的业者 可以做一些结合之外 其实我们到这边来进驻 也是希望可以再多 造就一些当地的就业机会 那我想跟在地的业者 一定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彼此都可以互相衬托的一个存在 除了基隆是新鲜语货产地 寿司业者说 目前邮轮富航 基隆观光潜力无穷 最近进驻基隆救火车站来开店 希望推广多元的寿司美食 其实基隆就是一个 还蛮具有魅力的一个城市 那它这边就是也有邮轮 有外国的游客 那国内的游客 也常常会来这边 其实因为寿司 现在来说的话 因为在国际间 像美国啊 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国家 其实也蛮多人都很喜欢 吃寿司的 那 呃 其实寿司这个东西 就是不管大朋友小朋友 都可以接受 那在那个 呃 做法来说的话 大家也有很多很多的 创意的做法 那像我们家的话 就是不止寿司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 附餐的menu 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 业者表示 乐见市政府推广寿司美食 希望市府与民间攜手 促进产业发展 也增加更多的在地就业机会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李亮杰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应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应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工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涉嫌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法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巨检或巨测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巨检及巨测在犯 为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民众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請坐 叫什么名字啊 想不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奶奶虽然要打流感疫苗 嘿 不要跑 姐妹娘 你好 請問您叫什么名字啊 陳史中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也要打疫苗哦 對啊 打疫苗是预防 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還是大人 都應該接種疫苗 保護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快健康哦 大家好 我是水美琳 一百零八年的 郭瑞蘇迪靠 跟郭瑞秉堂申報期間 自一百零九年一月催一開始 到一百零九年二月催促為止 靠教義無人 救護郭瑞蘇迪靠 你的郭瑞秉堂 跟郭瑞秉堂 可以透過網路方式 辦理秉堂申報 無收時間空間的閃躍 這間郭瑞秉堂成功 就完成申報停輸 心事更方便 大家會記得 這間郭瑞秉堂申報 申報交付網站 下載咖哩索地 並斷足療申報 申報系統軟體哦 有人在一起嗎 有人在一起嗎 救命啊 你好 你好 我是主席總署的鳳瑞蘇 政府透過各國的令力主委 調查 中額 酒業和私業的總控 來做市政緊急 我是鳳瑞蘇 請支持令力主委 調查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 強力查清 據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 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大家好,我是睡美人 108年度各類所的扣麵角及鼓勵評單申報期間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5日至 扣角義務人幾部各類所的開力之扣麵角及鼓勵評單 可透過網路方式辦理評單申報 不受時間、空間之限制 一經上傳成功即完成申報程序 省時又便捷 大家記得到財政部電子申報交稅服務網站 下載各類所的評單資料申報系統軟體喔 有人在嗎 救命啊 您好,我是足記總部的統計訪查員 政府透過每月人力資源調查 掌握就業與失業的狀況 作為施政根據 我是訪查員 請支持人力資源調查 你有一個從小住到大的家 你想跟孩子們保留這溫馨的回憶 但你知道這個房子該做補強了嗎 民國88年以前因法規標準較低 因此房屋耐震能力較弱 尤其是旗樓挑空、頂樓有家蓋等 不重腳輕的房子 地震來時可能造成底層破壞 內政部營建署提供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 最高補助220萬元 補強做得好,地震少煩惱